一进会场 市长蒋万安便与每一位里长热情握手打招呼 紧接着便开始进行座谈 金泰里里长邮敬毅建议 敬业四路与乐群三路交叉口 共有平面停车场改建成复合式停车场 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其实我想不止在我们邮敬毅里长这边或中央 其实台北市各地都有一些闲置的空间 不管是市有的土地建物宿舍导旧 那各地方也都有需求 需要长照图书馆公托公佑等等 我们上任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率的每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成立了市有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由秘书长当召集人 然后整合所有的闲置空间 包括16D来这些原本的警车空间 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多目标的大楼 所以第一 也请公所这边就提案 送到我们的审议小组里面 由秘书长召集各局处 第二 未来的方向 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是要看未来五年十年的需求 不是看现在 看现在其实不准 现在可能讲没有这样的停车需求 这里小家庭不够 不够多 我们不需要公多 不是 我们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第二 也是要看 也要聆听在地的心声需求 到底在地的详情要是 里长的意见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朝这两个方向 来做规划 所以我们上到这个平台以后 也会持续请里长提供意见 希望未来我们到底要放什么样的服务进来 才满足地方的需求 永安里里长唐凯汉提案 要求市府沿拟科技执法进入巷弄 蒋万安在听取警察局意见后表示 科技执法有其限制与必要条件 市府会再进行评估 我想一开始是希望先让这些违规的 这些民众 对他们产生一些含索效果 就让他们了解到说警察会来 在特别热时段尖锋事件 我们来执法 当然我们也以太过分加重警察负担为前提 来进行 先劝导 然后劝导父亲我们再来开单 那第三 我想我也会请包括我们交工局 交工处等 来去看看当地还可以做什么样的规划 多管齐下的方式 不管是路行的规划标示等等 就是希望在下课的时候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安心班了解或补习班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透过这样的方式 先来改善 每一次在安心班补习班下课的时候 很多家长为了接送违规停车的情形 那保持向道的长通 因为他是补习班 所以不是学校 我们也没办法划设这个接送区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通过多元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这一案 我们请检察局加强执法 交工处这边去现场实际了解 看还可以透过什么样设计规划的方式来进行 好 那我们这一案就先列管三个月 中原理理长罗崇华提案表示 人的公园所重数目和更并严重 市府应进行全面检测 蒋湾指示公园处要找出防治方法彻底解决问题 其实理政都很了解 因为他们在第一线照顾公园 其实看了很多 那先看罗里朗这边 公园处这边会先救人的公园 我知道到七月中的时候 我先完成土壤的改良 然后后续好像等秋凉的时候 会种新的树 当然这可能就需要时间 那第二个罗里朗希望的是 有没有一个能够治本 而不是只是治标的方法 那公园处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这当然 我们是透过米格路 等等各种方式 那还是请公园处要想一个方法 三个月的时间 你们去邀请专家学者 包括 我知道你们好像也有跟台大的团队合作等等 或是参考国外的做法 然后也去聆听里长们 实际在处理他们了解 或是他们处理过的经验 来参考 就台北市各区贺更病的问题 到底我们怎么解决 我不要说今天好 你说好我们重新住 有小数然后等个五年 五年没等到然后又有贺更病发生 又重新来一次 所以这个请公园处三个月时间 去好好研议一个方案出来 来根本的解决贺更病的问题 另外地方有南大安北荣兴想法 蒋湾表示 目前文化局正整合公园处产业局 希望打造荣兴花园音乐祭举办地方活动 建立市集萤火虫保育等生态活动 成为另一个市民朋友日常游戏的好去处 另外对于关系着中山区未来发展的一兵拆除案 蒋湾表示一兵确定会在明年春节前后就会拆除 后续用途有一些考量 但目前相关计划都还没有确定 仍需整体规划评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